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又断回来了 琼斯也失误一个 整个的状态打得也是非常不错 得分也有了明显提升 篮下球 而且孙明辉不在 整个广沙队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刘正打成一个中距离 好球 但是双人包过来了 刘正再分 完现李金龙 好球 戴怀博 这一次刘正下手很准 直接是拨到了球上 转换进攻 刘正速度也很快 再给 就是技术差 场上这些球员 没有一个能够靠个人的绝对硬实力 来带动球队的 刘正应该说个人的进攻实力还算是不错的了 霍尔曼再投一个 跟刚才类似的位置 但这一次没有打成 戴怀博 接球直接出手 稍显仓促啊 本身并没有打成 刘正好球 二加一打成 外线也有三分球入胀 这赛季刘正的三分球命中率 其实只有31.9% 今天 琼斯双人包夹 这个球并没有给犯规 再给霍尔曼 好球 这个球三人追访 给霍尔曼造成了很大压力 这个球没扣进去 刘正再来一个中距离 可惜了 胡锦丘 埃尔曼了 普拉姆利进攻距离太小了 刘正 进攻的出手 基本都在两个队的外援手里 单防 就拉回来 三分球 这是他节奏 可惜这一阶段的手感没了 军队是17比16 还是赢了一分 这球 可惜没有打成 否则的话 这个比分啊 又突然间就瞬间拉开了 刘正迅速的两分球 还是没偷中 两个队一片乱战啊 看刘正投不投 没有突手 好球 这球打的还是挺稳健的 内线啊 但是他外线有篮子 所以说普拉姆利容易被吊出来 霍尔曼 好球啊 朱俊龙 三分球没中 篮下好球啊 这一次 三分啊 直接拔一个三分 刘正 今天刘正在防守端表现的很积极啊 迅速的再拿两分 还是丢了 又是转换 再给 好球 基本都转换成了广煞队的反击 他这个球有危险 刘正很积极 但这个球 这种球风险性很大啊 整个一场比赛 琼斯这种球 迷中率是很低 好球 强攻不过 吉林还是用的盯人啊 刘正就是没篮子 看刘正好球啊 崔静明出手 篮板球 广煞 这次防守很成功 李金笑这种绕前 效果很不错啊 再给 又是快速的转换进攻 广煞队再次完成了反超